横203线道北向32.8公里处 近期遭到不迷人士施工 从203线道挡土墙旁斜坡处 擅自向上开挖出一条长500米 既宽且广阔的产业道路 由于该处施工未经核准 又是逢卢壁台风外围环流带来丰沛于水 雨势凶猛夹带滚滚泥流 冲往203线道 造成该路段沿处 多处水溝内泥土大量淤积 雨水无法顺利排除 路面因此水流沉河 过往民众无不感到惊险万分 这军的军 这军是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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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军是带军是带军 王污营 王 国王的王 王污营 王污营 他才叫王污营 准的准没有 这军军是带军 我可以洗补 你们做好允 city 来这里还有人 这军是带军的 这里还有一个军事 根据内安村长陈振贤表示 台风来临前发现路段有潜在危机 通知西与湘工所处理 却找不到负责施工的单位 村长陈振贤说 该处边坡向上 左边通往王屋营区 该营区目前已经废弃 营区内部屋舍同样遭到淤泥黄土淹没 营区后门则有条小路可以通往牛腥湾 另一条右边则通往一处私人开发建地 建地位于至高处 大雨来袭 泥流会冲入内阳社区 希望施工单位能够尽速出面向后 是哪个公家单位或是私人 来挖这片土地基 这个道路 我想这个不可以这样为所欲为 现在台风气到了 前几天你看雨那么大 现在整个土 全部都流到村子里面去 然后另外一头都流到203号岛 危害到行车安全点 也危害到这里的住家 所以我昨天问过县政府好多个单位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县政府或是公所一定要了解说 到底这个工程是私人来做 还是另外有公务单位来做 一定要做个了解 然后希望在下一个台风 下一个大雨来之前能把这些维护起来 不要围挨到村庄及行车的安全 台风前这条道路长差不多500公尺 这个应该是台风前就施工了 结果施工完以后就放任不管 到底是哪个单位还是私人来做的 工程都不应该这样 明知道台风来而且气象区也包收一定会有好大雨 明知这种工程你放任不管的话 一定会发生土石会流到马路上 整个马路上全部都是土石影响到行车安全 议员李天津文讯 而且现在你看看水沟 水沟现在根本没有功能 而且现在台风又来 台风际可能马上又会来 到时候这些土石又流下来的话 又是到马路上影响到行车安全 那到时候如果害有人因为车祸或怎么样 那又是谁 议员李天津文讯 担心民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勘察 议员李天津表示 目前首要必须先厘清 这条道路是谁开发的 目的为何 以及为何事后放任不处理 才会造成203线道 北向32.8公里处边坡 向上延伸约500公尺泥土路面施工不善 遭到大雨冲刷后 引发土石泥流淹没203线道路面 并阻塞水沟 影响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这条路都好 是 那整个泥沙 泥沙啦 那天我们还要炒起啊 炒起啊 老子在203号 水到203号水到 反断都没通啊 是 到底不知道 哪里来这些 是 是 去砖吗 是 目前必须尽速找出是哪个施工单位负责 要求施工单位限期改善 保障民众的用路安全 否则后续农历15号中元节期间 可能又会有台风生成 后果将不堪设想 记者王海龙报导